尼可邦 邦 电视剧里面 IU它的妆容还有一个造型 IU现在大部分的时候呢 妆容其实还是呈现一个很简单的样子 但是因为我也算是看着它从出道一直走过来 它在最初的时候也是走过一些造型上的弯路 它能够到现在就呈现出来给我们一个越来越漂亮的形象 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参考价值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期视频那种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请不要忘记多给我一些弹簧硬币收藏还有分享哦 我们先从五官开始说 IU整个呈现出来的样子呢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单单从五官的这个立体度来说呢 它是属于比较偏平的 所以它的整个妆容风格还有造型呢 我觉得是对亚洲大部分就是面部轮廓比较扁平的同学来说 是非常的有参考价值的 那我就先从底妆开始 因为IU的皮肤呢是那种特别白皙的 所以我今天选的粉底液呢 是我手上就是色号比较白的一个粉底产品 刚好它这个粉底呈现出来的那种底妆的妆效呢 就是有一点光泽的 因为韩剧里面呢 韩剧女主角都是喜欢那种稍微带一点光泽的底妆 IU它虽然面部中央的这个整个区域是比较偏平一点 但其实它整个脸型的外轮廓还是比较圆润流畅的那种 其实我在观察了这么多女明星之后 外面这个轮廓圆润的话真的会加分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现在要来提亮一下我外轮廓用的产品呢 是这个树皮精华粉底液里面最白的色号 这个用来提亮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出色 而且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粉底 所以非常的贴皮肤 就是这两块是我比较有凹陷感的地方提亮一下 散粉的我今天 为了让我的底妆不要太过的哑光是比较偏光泽感的那种 所以我会用到Airglass的这个透明散粉 透明粉饼 下面就到我们的眉毛部分了 IU的眉毛其实仔细去看的话还是挺多小心思的 它本身自己的眉流呢就是属于偏细偏少的那种 但是它画出来的整个眉毛呢不是那种很细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它在剧里面呢 大部分的石头都是黑发 我没记错的话 绝大部分时候都是黑色的头发 但是它的眉毛呢是染浅了一些 像我今天呢也是特意为了它这个妆 就是把我的眉毛没有染成棕色 但是不是那种很深的浓黑色的眉毛 这样子的话呢就算画的粗一点也不会那么容易显得凶 然后它整个眉毛呈现出来的感觉 也是那种比较野生有毛茸茸的感觉 是一个柔和的平眉 IU眉毛的最底部跟它眼眶的最上部的这段距离 其实是偏窄一点的不是那种很宽的 所以呢如果我要加粗我的眉毛 我不是往上加而是往下加粗 我的天哪我今天的普通话真的是像吃了屎一样 我个人觉得IU它的妆容最粗彩的地方 就是它在彩妆的部分 它的化妆是非常擅长于给它的脸留白 其实留白呢是一种艺术 这么说感觉好像自己很懂一样 其实也没有是我自己分析 我自己分析是这样觉得的 因为IU在刚出道的时候 我有看过它一些以前的照片 它会带很浓重的假睫毛 然后眼线眼影都会画的比较重 那个时候呢它脸上的那个彩妆的堆砌感是比较重的 它现在整个妆容的感觉是很清新简单的 我觉得它现在更加找到了适合它自己的风格 如果你的五官跟IU一样是比较偏平一点 要偏清淡卦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去参考这种留白空间比较大的彩妆画法 在我看的那部剧的剧照里面 它大部分的时候眼妆都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只用到了一个颜色 它只是有淡淡的一层就是棕色作为阴影 所以今天的眼影呢我只会用到一个偏暖色调的棕色 它的上眼影比它的下眼影还要淡 它的上眼影是真的非常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反而是它的下眼影的色彩感会稍微重一点点 眼影的角度是稍微有一点点往上的 但是也没有完全飞起来的那种 就是自然的向上一点点 眼影在靠近眼头的这块地方就不要去上色了 因为刚刚讲过 阿佑的整个眉眼是比较舒展的那种 如果在这些地方也上眼影的话呢 就会拉近你的眼距 会让眼距显得过近 就没有那种舒展感 同样的在画眼线的时候 眼头的这个眼角呢就不要去描画它了 不然呢也会拉近我们眼睛的距离 就只是后半段的这个地方描画一下 阿佑在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后眼线比起 大部分我看到的韩剧女主觉得要明显一些 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很多的造型就是偏夸张一点点 所以呢它的后眼线是有稍微拉出来的 它的后眼线就是平拉的状态 没有向下垂 然后也没有向上挑 大概是这种感觉 看得到眼线 但是又是比较自然的那种 它的下眼线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是集中在后半部分的 就是眼睛向前看 然后眼珠的最后半段就是这里开始往后 你看我的眼珠在这 然后从这开始往后的这一段 有一段淡淡的下眼线 然后睫毛的部分呢 阿佑前半段的睫毛存在感是很弱的 它的睫毛存在感主要是在后半段的这里 所以后半段可以稍微夹的翘一点 刷睫毛的时候也是注重后半段的睫毛 前半段的基本可以放痒它 下睫毛呢是基本没有太多的存在感的 所以我今天呢我的下睫毛就不刷了 阿佑的鼻影呢还是有修容的痕迹 但是它没有打得很浓 阿佑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鼻子的这一块 就是比较窄窄啊 很精巧的那种 所以呢我们鼻影的重点 工作不是放在要把它修得看起来很立体 而是把它修得看起来比较偏细偏精巧 脸颊的部分我看了它很多张的剧照 我发现它的修容面积是很大的 其实它整个侧面这个地方都有修容 但是它就是打得很淡 所以呢就虽然面积比较大 但看起来很自然 我们就让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整一块都有修容 这种侧面大面积的修容呢 修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界线 比如说你预定了这个这个点 这一条线就是你面部正面和侧面的一个转折点 那你就不能够超过你预定的这一条线 如果你的修容超过了这条线的话呢 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不自然 这样子修容真的小了一圈呢 就特别是下面的这个地方 学习到了 可能是因为跟滤镜有关 我看到的它的剧照 它的腮红打的面积 首先它打的就很淡 然后呢它打的面积呢也是比较 比较小的那种就是在侧面的这一块地方 它在正面的这整一块区域呢 都是留下就是留白 留白比较多的 然后呢我再用回刚刚的这个眼线膏 在这个地方点一颗质 因为IU这里这颗质还是挺有标志性的 大概在这个位置 今天要用到的口红呢是来自于欧莱雅的唇油小钢笔系列里面新出的两个颜色 一个呢是129日落色 一个呢是130黄昏色 129呢是一个很正很百搭的豆沙色 相比于一般常见的豆沙色呢 129这根会更加的显成熟一点点 略带一点点玫瑰调 有那种雾蒙蒙的感觉 130呢是一个黄昏脏橘色 很多脏橘色的口红颜色都会比较沉 这一根相对来说呢会显得温柔很多 有一种午后黄昏的柔和感 两根口红都是偏雅光的质地 其实这个系列在我之前瑞士的 那个get ready with me里面 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 它的质地很轻薄 在嘴唇上的触感呢是很清爽的 不会黏腻也不会拔干 给大家看一下刷头呢 是这样小小的扁平的淘心状 非常方便我们勾画唇形 关idade Para这发现 但是黄昏尖 2010 也是白 начина 分析的时候 推荐 till 这步进去 跟这底下的 最后我会用一个 有一点光泽效果的定妆喷雾 来全脸定妆一下 但她不越强行 我越好 我越好 od天然 敢向我 就会像我 只会说 我希望你能忍耐心 但你卻不动 rod他 还要太心 你俩最后 自己很心的 十秒 你又看我 我真的正在 你確定是我的 我可以 你真的想要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在愛 我想的愛 我想不想 你不要 我可以 你當一首歌 那你